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银期谨老仪式 这个银期就是我们的净土宗第八祖 莲子大师 因为他在银期三 所以一般祖师大德 他所住喜的地方都会称他叫云期 叫云期三云期大师 他就是莲子大师 比如说天台山智者大师 那我们一般会讲天台大师 所以云期大师就是莲子大师 他名诸宏致佛慧 他以前我们有介绍过 他刚开始是辱家的 写辱家的出为辱生 三十岁后就出家 那么行脚多年 住在杭州的云期山 创建残灵 立志念佛 延迟借力 自由 云期华会 云期华会 就是莲子大师前级 那么这个地方提到说 云期谨老仪式 是莲子大师对于生老病史 他在云期华会里面 云期共住归约别己之十一 这里面有一篇是老唐警册 云期共住归约别己第十二 里面有一篇叫病堂警册 这些内容很接近 那么改定篇会所引出来的内容 是在病堂警册这篇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们把它练一下 病堂警册 改定篇会所引用的就是这一段 佛引人病无常 处以呼吸 平人一耳 何况病呼 我今殷勤来乡警测 唯厌大德 勿以仁为而轻其矣 当官此生四大不条 百骇一善 隐私渐检 医药无灵 便立床夫 身影整袭 避之已有府内 庶夫交迷 灯在轰前 刹那熄灭 他这地方改定篇讲 刹那消灭 那言文是刹那熄灭 故之此生不久 那么改定篇讲 旷此生不久 避护使门 前路茫茫 必尽何往 那改定篇讲 未知何往 大德 诚如 己事已伴 非以所知 其或未然 可不蒙醒无常 沾金替利 地失净土 截至往生 荒下万人一心念佛 这一段 可以给人家做开示用 也可以 有些人 还在弥后颠倒 用这一篇 或者是生病的人 用这一篇 来给他做一个检测 那我们 把它翻成简单的白话 病堂检测 连子大师说 佛说 人命无常 佛陀说 人命在呼吸间 所以处以呼吸 一去不来就是 这个明亮两格 平人一友 平常人都是这样 你平常就要这样观照 何况是生病 何况病呼 我今应请来相警测 我现在来给你 我现在来给你 啊 救命 我今应请来相警测 我现在来给你 啊 我现在来给你 欠导 啊 啊 来给你说法安慰 来警醒你 我今很虔诚的 来给你啊 啊 这个欠寝 我愿大德 啊 就希望你啦 物以仁为 亲其矣啊 这个连子大师都很谦卑啊 啊 他说我呢 我只是一个出家人而已啊 物以仁为 而 就 看不起他的话了 当官此生四大不调 百海益善啊 你要 你要 关照我们这个身体呢 是四大合合的 但是 有一个不合啦 四大地水火候 有一个不调的话 啊 我们这个地大就是我们的这个骨头啦 肉啦 这个坚硬性呢 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口水血液呢 就是湿润性呢 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体温呢 就是炎热性呢 我们身体上的呼吸呢 这个气呢 就是流动性呢 如果有一个不调的话 百海益善啊 人就好像生命要结束一样 啊 这四大不调 开始生病的时候啊 就是四大不调啦 饮食就慢慢减少啦 医药就不领了啦 啊 这个拉死拉尿就不行了啦 都在床部上拉死拉尿的啦 这叫便利床夫啊 在病床上呢 就是身影诊息啊 只有在那边喊病痛啊 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呢 就像乙游在那个肉沟上一样呢 乙游腐内啊 下面火在烧啊 酥乎焦灭 一下子乙就被煮烂掉啦 被煎烂掉啦 又好像什么呢 这个人在病床上 离命中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就像什么 灯在风前啊 风一吹就熄掉了 灯在风前了 刹那熄灭 一下子就熄灭掉了 就知道说此生不久 这个生命是保不住的啦 庇护死门啊 最后终究要离开这个人间啊 庇护死门 那前路茫茫 前途茫茫啊 要往哪边走呢 毕竟何往呢 大德 他又欠对方啦 成路几世一半 如果你已经民心见性了 如果你烦恼已断了 如果你什么都放下了 几世一半就是 阿伦茫说我所作一半啊 不受后有了 几世一半就是 我全部都放下来了 会一一所知 几世一半就是 林茫茫说 那我就不知道啦 我一所知了 喜慌未然 如果你还有没有放下来呢 你如果心还没有放下来呢 可不蒙醒无常 你要不要警醒自己呢 猛力的反省 这个无常性事啊 无量寿命讲 无常根本 蒙明抵徒啊 战金替律啊 战战金金啊 警惕自己啊 帝师净土 花眼求生极乐世界 这次往生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放下万年 一心恋佛 林茫茫这个病堂警车啊 站得非常好 这个如果生病的人 还在这个迷恋六层啊 迷恋这个蓬城啊 用这个话来给他安慰 好